就是按下是判断 一个是正确一个是不正确 那进到里面来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到底哪一些东西 基本上呢这个head的body body以下主要是这个地方 phone到phone的地方 那我需要一个什么呢 我需要按下确定的话 会由谁去检查 action是一个check的一个view 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sublacer 名称就是check的 用什么方式用post 然后再来的话 上面的密码部分 动态密码部分的话 这个东西呢 是由另外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呢 就这个名称 你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 我这边取一个叫 cantra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话呢 就是会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sublacer 有两个sublacer 那再来的话 请输入这个paste 这个没有问题了 就是这个表单部分 这应该没问题了 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次 我想上次上课已经讲过了 如果产生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讲了 这个部分应该没问题了 受伤也有给你们了 你们就自己稍微看一下 如果产生 因为这个其实非常好用 你还可以把它留下来 以后的话一定会用得到 因为很多网站都会需要 动态产生一个团 甚至你也可以想想怎么把它改写 改写成英文 因为有些如果说 这个有些网站需要更严格的话 你要把它改成英文 所以这一题 你也可以试着想想看 改成英文的 OK 那Check的部分怎么做 Check部分的话 就是说当我输入之后 我会把它输入一个名 输入一个 这边送出 这边要密码正确 也是跳到Check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来看一下 Source部分 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上方部分应该都一样 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讲 就去确定一下 它的内码是用UTF8 然后产生一个out 输出 上面到body上面 应该都没问题 最重要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只有这么几行而已 这么几行而已 就是怎么样 从什么呢 从request里面 去get什么呢 就是getSection 里面有一个什么 get 用getAttribute 里面password 你想说 那这个地方是丢过来 谁丢过来的呢 其实跟上一个sample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我在产生图档之后 关键点就在这个 在哪里呢 random之后 各位没有发现 我不是会产生一个password的 一个stream 对不对 那这个stream呢 后面我要怎么样呢 这个就关键 产生之后要怎么样呢 要把它存下来嘛 存在哪里呢 存在section里面 这样子我到下一个页面里面呢 去把这个值取出 我会知道password是什么 所以我要怎么存呢 基本上就是关键点在这里 就是这一行 存啊 那怎么存 刚刚不是讲过 有没有 用request里面的什么呢 getSection 的setAttribute 把它放在哪里 key是什么 value是什么 就是把上面这个 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它的value对不对 然后它的key是什么呢 key就是password 所以get的时候 get哪一个 就前面这个名称不就好 就可以get了 get之后的话 再来比对 就ok了 所以关键在哪里呢 第一个 这一行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取出来 对不对 取出来一样呢 强制转型给它 然后呢 再判断 ifpassword equals 是什么呢 这边有没有 request 就是它传过来的 两个做比对 如果呢 正确的话 那就是密码正确 反之都没有错误 所以你看看 很简单吧 昨天好像有同学 应该不会去想过 应该有做出来吧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哪里 你会发现 如果用section的话 哇 太简单了 因为没什么的 就是一个是set进去 一个是get回来 比对一下 两下就好了 因为这个其实 不会很困难 不会很困难 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用途也蛮广泛的 看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但实际上说真的 就只是用section 在那边做资料交换而已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说 section这东西太重要了 所以我在做 以前在做程式传写的时候 每天都在打section 妙用无穷 因为很多东西 很多资料 你要跨网页的话 一定都要放section里面 所以这个范例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一个密码的 一个动态产生图 然后去判断这个图的内 那个数字的一个sample 那请各位试试看 主要重点 记得是在 我们产生图档的时候 会有一个password 这个password 你把它放在section里面 然后再到check里面 把它get回来 把它get回来 然后就做判断而已 就这样子 应该OK吧 试试看 试试看